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遇见女人 这种情况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 因为肉体 我们很容易被冲昏了头 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属灵的一面 男人看着那漂亮的头发 迷人的微笑 还有那美丽的身体 女人看着她的身材 她的肌肉和胡须 他们都没有停下来去考虑对方的属灵状态或背景 没有人停下来去思考对方的属灵包袱 从表面上看 任何人都可以说他们是基督徒 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耶稣的名字 但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内心深处的东西 因为我们无法看到或说出一个人的内心状态 因此我们无法判断 他们是邪恶的还是纯洁的 既然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的心是善是恶 那么当男孩遇见女孩 当男人遇见女人 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进入性关系 而不考虑和自己牵扯的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东西呢 哥林多前书七章两节说 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这是告诉我们 性犯罪的诱惑很强烈 所以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 婚姻蒙约中 夫妻之间的性行为 使他们成为一体 他们是受到祝福的 西伯来书十三章四节 婚姻 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何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上帝已经设定了界限 在神所定的婚姻这个界限内 性是被尊重的 床是不被玷污的 两个人合而为一 他们是有福的 当你决定跨出这个界限时 你就把自己置于和各种不属灵的结合的危险之中 对于属灵依恋的是 你通常不会立即看到损害 你不会立即面对活经历 它对你造成的损害 在我参加的教会中 有一次 一位弟兄在一次研讨会上 就性不道德的危险做见证 他遇到了一位女士 他们双方都被欲望和迷恋所支配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陷入了性犯罪 这个作为基督徒出生和长大的男人说 他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女人的危险信号 但他选择忽视 因为诱惑是如此强烈 而且他对那个女人的吸引力也很强 虽然双方对彼此的认识不多 他们还是卷入了性关系 诚然 这个男人承认 他知道自己在通奸 但他一直在对自己撒谎 每次都对自己说 就只是这么一次 魔鬼不就是这样束缚你的吗 这不就是那种魔鬼 要你相信 让你感到束缚的谎言吗 于是两人的感情一直延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了一本让他害怕的书 他问了自己这个问题 我究竟让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啊 原来他看到的这本书 是关于如何成为灵媒的教导 对于那些不知道什么是灵媒的人 这是与算命或通灵有关的书 当这本书引起他的注意 并询问他时 他的回答是 他正在修炼成为通灵者 他加入了一个在线小组 拥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所以他在家修炼 停下来想一想 那位女人正在修炼 本质邪恶的超自然仪式 而这个男人已经和一个 他显然不认识的人 发生了深刻的肉体关系 这种通灵 圣经也提到 如果你从《使徒行传》 16章16节开始阅读 故事讲述 保罗遇到一个有占卜灵的女仆 那是自称能预知未来 发现隐藏知识的魔灵 《使徒行传》16章18节 揭示了保罗最终是 如何对付这个恶灵的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救出来了 因此 以这个做见证的基督徒为例 他予在修炼成为灵媒的人通奸 表面上是男孩遇见女孩 但在属灵上 是公义与不公义的相遇 表面上是男孩遇见女孩 但在属灵层面上 是在腹部一致的恶 在属灵层面上 他将他的灵魂和身体 暴露给了一个不敬前的灵 谁知道那对他的属灵生命 将会造成什么影响 谁知道将会形成了 什么样的营垒 谁知道会建立什么样的混结呢 男人对这一切感到震惊害怕 靠着神的恩典 因为这个年轻人在教堂 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他知道情况的严重性 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 向牧师倾诉 牧师和他一起进食 和他一起祈祷 帮助他坚定信心 使到任何不敬前的关系被打破 使他得到恢复 然而我要你注意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因为这个男人 这位弟兄跨越了界限 婚姻中的性 是一个旨在保护我们的界限 当你贸然发生性关系时 即使是在婚前 要寻找丈夫或妻子的过程 那意味着你踏出了上帝所说的保护界 你就会把自己暴露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 在这里我也要谈谈性魂结 性魂结 为什么它如此危险呢 性魂结是一种情感和灵性上的连接 当你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 或进行性活动时产生 在性过程中 你转移你的存在 你的情感 你的灵魂 当你和一个人 在肉体上亲密到和二维一时 你们成为了一体 上帝会审判你的事实 已经够危险了 然而 还有其他原因是危险的 当你在情感上和属灵上 要切断和某人的性魂结时 那是非常困难 又非常受伤的 为什么有的女人 很难进入一段新的感情 为什么有些心碎 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为什么当一个人 发现她的另一半 可能正在与其他人 发生性关系时 或在分手时 会表现得很疯狂呢 为什么人们在建立性关系后 会悲伤 愤怒 痛苦 空虚或感到破碎呢 因为在那个层面上 与某人联系 并分享这种经历 对上帝来说是特别的 不是为了被打破而创造的 这就是为什么 随意与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是非常危险的 此外 我们的身体是神的电 当我们接受 他为我们的救助时 他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尊重自己的身体 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 当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 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做自己喜欢的事实 我们就是在公然不尊重上帝 我最喜欢的激励我 并引起自我反省的经文之一 来自哥林多前书三章 十六至十七节 岂不知你们是 神的电 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 神的电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电是圣的 这电就是你们 上帝有能力毁灭我们的事实 应该足以让我们渴望取悦它 你难道不畏惧上帝对你的愤怒吗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说 食物是为度负 度负是为食物 但神要教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我们的身体并不是用来 进行性不道德 因为那会使你像那些 你不认识的人 打开属灵大门 而你不知道 他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属灵包袱 你要小心你遇到的男人或女人 性诱惑是骗子 性诱惑是说谎者 圣经中唯一明确告诉你要 逃离的罪是性不道德 因为当你犯这罪时 你是在上帝设定的界限之外 圣灵赐给你的祷告 恒心与毅力会引导你不断地拒绝魔鬼 唯有通过圣灵的父权与增强力量 你才能始终如一地抵制魔鬼 圣经说 无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魔鬼是魂结背后的驱动力 但它不是你全能赴上帝的对手 上帝会倾听你的祷告 并为你提供逃离你的属灵营垒 偶像和魂结的方式 不管你感觉多么软弱 你要全心全意不断寻求神 当你在各方面承认它时 你就被释放了